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有些场合我们也可以看到 现在它就这么一尖顶一跳 摆起高拆三 这也属于正常的下方 下一步对于α来说就更正常了 点这个33 现在呢 拜登应该很合理的选择就是挡这边 挡这个的话 因为这边已经被黑气跳过来了 这里很难有什么发展空间 挡这个33 然后抢个先手加工那个 这大概是一般来说我们 如果人下棋的话 基本思路会是这样 长 给它爬 白气这个时候选点 它选在这个位置 拆在这 注重发展这边 给黑气留下一个拆二的空间 一般我们都会想在过去一路 或者是三间低价 这样呢 又能自己发展 又给黑气那个子威胁就比较大 但它呢 走在这 走在这里 黑气要稳健一点的话 拆个二也挺舒服的 这也是占据了根据地 同时下一步还要飞进来 黑气实战呢 这个 大致意思是等白气 如果白气这样尖着出头 它再拆啊 寻求一个步调 这样先走一下 可能会便宜一点 白气来挂 黑的小飞硬 这个罩 看上去价值也不小 不过这边当然也很大 这种地方要搞清楚 究竟哪个好 实在是不容易 白的下得很紧凑 它不是这样尖 而是靠 招法紧凑 黑的如果 如果上边扳 那么白气就下面扳 这样黑的能连上 但是白气就转地 转为实地 黑气选择的是下扳 白气长 贴 再长 顶 走出了一个有点类似于双飞燕 这样一种变化 那黑气这个子当然不能死在里头 拆啊 活出来 这是必然的 白气呢 压这个 普通的感觉呢 这边尖顶或者飞 不能让黑气过来 尖顶或者飞 继续进攻 白气现在压这个 第一杆呢 黑气很有飞这个的心情 飞这个 白气如果去吃那个子 被黑气飞过来 那么 感觉上黑气应该没什么不满意的 那个子死了 无非就是这样 靠一下 靠一下 说不定还便宜 靠一下应该是便宜 飞过来的话 白气这边彻底没了 那么白的如果尖的话 黑气能往里爬一下 再退回来 这太舒服 所以飞这个 唯一担心的呢 就是白气 紧紧地靠住 黑的斑的话 白气断 我们照这个进程推理的话 下成这样 那边黑的 不容易活 当然也不是死得很干净 这其实黑气处理好这块之后 还有跳出来 加线索 还有往外跳的余地 下成这样总觉得黑气不会坏 应该不会坏 飞了之后 这还有加了跳的余地 这边有断打着严厉的手段 不知道为什么这黑白双方阿尔法判断是一致的 白气认为能压到 黑气认为要退一个 这地方压不压其实也无关紧要 白的飞 黑气也不可能去贴 贴被沾着还留下一个断点 所以白气压的时候 黑气不飞这个 在我看来 确实有点 不容易理解 退这个 那么现在白气当然是飞了 黑气呢就冷静的 默默的挡住 如果飞进去 飞进去也是一个好点 但确实也有它不舒服的地方 白气就往里爬 这个 力对于这边有断点 有咸手的味道 黑气活得有点局促 所以挡一个呢 这留着靠断 冲断 白气贴 出头 拐显然是要点 黑气这得走 不走被白气 这一加工 黑气这形状就难受 所以跳 那么下一步挡 挡一个很重要 挡一个事关双方根据地 白的一挡 白气就活了 如果这地方被黑气飞进去的话 白气整块没活 黑的活了 双方根据地 白的一挡的 黑的还没活了 所以这是必争点 既然没活 当然要往外逃 那么白气一边飞弓 一边扩大自己的 扩大自己这块 可以说是实地 跳 招法都很普通 尖冲 尖冲是这时候的骑行 这样走的话 明显在帮黑气唯控 这是很不可取的 尖冲 出头的同时威胁这块 那边不是靠着走 将来是要 要进去 可以的跳 也堂堂正正的一步 这样贴了有束手的感觉 再刺 黑气呢 冷静地接上 还有一种选择呢 就是顶 顶的话 顶的话可以抢一个先手 顶一个不知道白旗会 会如何应对 白旗最普通的呢 就是退 黑气可以抢一个先手 嗯 那么白旗 也许也有顶在这儿的可能性 顶在这儿将来有挖完 挤 断 这有个结 黑旗就冷静粘上 当然冷静粘上也有它的道理 这地方将来顶 断 瞄着这样的味道 顶断的味道 所以这个可能是后中线 虽然是落后手 但是隐隐约约有这个先手的味道 留着后续手段 可以这么说 白的连扳下来定型 这地方 这地方白旗如果不走 那么黑的有断打 断打完长出去 一是把白旗这边就给缩小 二来呢 白旗这三个字还是姑旗 所以白旗得在这里补毛病 补毛病如果你落后手呢 落一个后手又不太啃 上边毕竟比较大 落后手上面被黑旗先走了 白旗又不太啃 那么如果搬这个的话呢 黑旗这一吃这边的空 吃到这个之后 这个子一拔 白旗这边空已经受损了 哪怕你能蒸掉 这将来黑旗留着加进去 所以这几种要走 但是长河搬这两种定型 都不满意 那么白旗选择了搬下来 虽然是送了一个子 但是呢 先手补了这个断打的毛病 然后搬 反正这边呢 相对来说这边比较扁 价值不大 送死一颗子 从方向上来说 白旗损失也是可以接受 局部呢 黑旗要硬一个 但是黑旗现在觉得 白的这个次序 我们摆摆好次序 黑旗吃这个的时候 白旗现在抢先尖冲 先冲 黑旗这块 一旦被白旗这样点过来的话 黑的这块还没有健全的眼位 所以它先稳住 白旗再扳 已经便宜了一下 先手便宜到了 再扳 再扳 黑的如果跟着硬呢 白旗先手便宜了 这边白旗又动 又先动手 比如说跳起来 黑的觉得右边广阔 这个的话 虽然大 但是只是一个干的木树 黑旗抢先在右边动手 打入 跳出 肩在这 肩在这 骑形比较有弹性 将来虎进去 眼位 眼形比较丰富 黑旗不是在下边硬 是直接穿出来 好 一起穿出来 白旗那一跳 这边呢 瞄着要冲拐断 这里呢 先压迫这个字 黑的如果直线的贴 白旗这一扳 黑的不太好动 扳被断了 这么弯的太难受 黑的下的很灵活 跳这个 跳这个 意思是白旗如果压的话 就算了 那个子就让你吃了 毕竟这边还有味道 不是整个都是白旗的空 白旗那一冲 冲 普通的感觉 我们普通的感觉 黑旗这地方一定是要顶的 先顶住再说 拐的话呢 就立一个 你要断 怎么又再说 等你断的时候 黑旗就可以考虑其他的 结果黑旗是现在 当白旗冲在这的时候 黑旗就脱线了 这里靠进来 这个就有点 这就有点让人眼花撩乱 看不清楚 我们就看它实战 白旗搬上边 看上去也是很强的一手 长 这个大致是只能压 如果立的话 被黑旗拐 这飞不过去的 飞背一靠 加下来 如果可以顶这个连 顶这个连呢 黑旗就算 就算度 这里总之味道不好 黑旗断吃了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就有这样的问题 未必能连得上 力等于已经屈服了 的感觉 所以压 黑旗搬 这我白旗沾上 黑旗现在如果搬这个的话 白旗搬这个 黑旗在这边虽然有收获 但是呢 落一个后手 那边又被白旗搬下去 总体看来 黑旗并不见得好 长 二路小尖 靠住 长 贴出 刺一下 试试黑旗印手 如果你接在下边 那么上边留个冲段 白旗这块要 怎么说呢 眼位要好一些 厚一些 黑旗实战 接在这儿 那 脚上又有一些手段 斑 这个 不能断 断的话 这被刺 打吃 打吃 黑旗出头了 所以长 拐 拐 拐 贴出来 这地方是这样 黑的如果不走被白旗跳再一封 黑旗是不行的 如果直接去做活呢 对白旗压力比较小 粘呢本身是一部单关不太肯走 白旗将来走出来以后 黑的可能还要做活 贴 让你来断我再做活 这样黑旗能活 同时贴出来以后 又对白旗这块压力比较大 所以贴是最强手 挡住 虽然有点 但是呢也得挡住 否则被白旗眼位就丰富了 如果什么这样退缩的话 白旗眼型比较丰富 断 做活 这里有冲段 所以只能挡 度过 好 那么白旗这先手便宜了 但是呢这块还是 眼位 不足 需要处理 跳出 普通的感觉这二子头先舒服了再说 搬一个舒服了再说 但是呢 白旗实战没办实战是直接跳 他觉得搬一个未必便宜 黑旗长 搬 进入一种混战状态 黑旗靠进去之后居然把白旗这个整块带出来 但是脚上呢 冲了一直没走 这这也是 也是残留着的问题 挡住 顶 白旗现在如果摊图这个搬下去 搬下去当然是很大 但是被黑旗连回来的话 可以考虑先加一下 连回来 这块又变薄了 所以白旗顶这个 黑旗下得很 很坚实 跳一个 把自己先连好 对这块压力就比较大 这块白旗只有一个眼 白的大吃 给它沾上 这时候白旗如果赶走脚上 脚上如果你拐呢 黑旗脚 黑旗脚还可以活 如果你搬 那么黑旗在这留下一些味道 上边断 下边断等等味道 应该是要动手杀这块 这块白旗除了这个眼之外 轮黑旗动手的话 白旗也看不到明显的眼味 白旗实战一看 这块还是补一个微妙 补 我们黑旗挡回来 总体看来 这期下到现在 总体感觉呢 黑的应该说 还还行 白旗即使补了一个这块也没活干净 黑旗把这边破光了 这里又挡回来了 白旗拐 一路打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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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一下 要求先手便宜一下 这个走到的话呢 对于黑旗来说总好 先这边 如果先这边便宜到 那么下一步 这这步起 它就可以很舒服的走 如果你先长这边 就很可能走不着 要两边便宜 直接断进去的话 这个子是跑不掉 掉一下 白旗降 这家是局部手筋 黑的不能拐 拐背一段 这个黑的 这四个死了 这五个字死了 只能接 度过 这是白旗的先手权利 黑旗虎在这活是对的 如果挡的话 点进去 这还有麻烦 虎在这活得干净 它不肯 不肯这样补 所以贴 白旗如果这样简单的补 那么黑旗先手长 关键是将来这边还留着飞 这块也得到加强 白旗贴回来 从这边连呢 把黑旗这块断掉 对于厚薄上来讲 总还是断开黑旗 对这块也 最起码可能稍微的心里踏实一点 而白旗如果从这连上了 黑旗断那个 白旗做活上边也是很轻松的事情 下一步要断 所以白旗粘上 长 现在白旗从这边连了 断开那个意义不是特别大 白的这跳一跳 黑的还得连 白旗挡虎轻松做活 甚至白旗有 白旗有没有飞这个 有飞这个杀黑旗的可能性 简单看几先手 这黑旗联络是有问题的 所以黑的往这边长 打 提 白旗做活 做活的同时呢 这块得好好的护住 这里黑旗刺先手 这里有冲断 所以白旗先靠 靠黑旗如果退 那么白旗爬顺势把上边做活了 黑旗走几个再退呢 避免白旗往里爬 往里爬的话 黑旗这边眼位和木树还受到影响 黑旗带来 再退 再退 连回 这个地方呢 有挖 这一挖断 再一点刺 白旗就被断开 白旗如果这么俗打 一来这个俗打 少了这个刺的先手 这块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二来呢 这里还有 似乎还 还有一些问题 这个打吃一个损失很大的 所以白旗这个地方是单瞻 这种地方要注意 打吃是典型的俗手 打吃被黑旗一接 这里少了刺或者其他一些 刺的先手或者其他东西 将来 将来黑旗进攻这块的时候 会受很大的影响 而且呢 这边还留着残留刺的味道 这边还依然将来还会有损失 这个就是典型的先中后 走了一个先手 但是留下一堆的毛病 而这个单瞻呢 这就叫后中线 走一个后手 但是接下来 你看比如说靠刺 粘要断黑旗 给黑旗 留下种种 这个不干净的 留下种种弱点 单粘 这边已经彻底走好了 好 黑的呢 见底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黑旗 掰旗刺的时候 黑旗粘上 这早就留好了这一见底 掰的如果挡的话 黑旗断 这样吃的话呢 如果你挡 那么 显然黑旗打吃就行 这个 这里是有问题的 那么 如果黑旗往下边走 如果掰的往下边走 黑旗先手打吃一下 非常愉快 然后再一长 这个 这个白的恐怕麻烦 来强杀 如果来强杀的话呢 黑旗先拐下去 这一通借用 只怕这块凶多吉少 所以这顶是很 可以说是一个很严厉的手段 白旗呢 没有挡 挡杯一段不好办 团在这 如果被掰旗团到一下 那就 再挡就没有问题 掰旗先手团到一下 这气长得很厉害 掰旗就挡住 再叫吃 黑旗慢一气 团这个 要冲断黑旗 黑的如果冲这个呢 白旗就把黑的冲断 黑的是尖顶 尖顶 抢个急先手 这要刺断 这一刺断这块白的都没了 这当然不行 所以白旗得补 挡 黑的先手冲出来 这地方 不管白旗怎么补 如果你接上 黑的也是可以先手冲出来 现在白旗再断 黑旗呢 还是有所不同 现在冲完之后 不能直接断 不能直接断 你得打刺在这儿断 那么黑的这一粘 紧了白旗一口气 紧了白旗一口气 再来对杀的话呢 这个显然会有 显然就不一样 白旗气不够 所以这一尖顶 好的 那么黑旗一尖顶 白旗挤在这里 好 这旗双方 厮杀还是很激烈的 局部 互不相让 在右上角 白旗冲在那的时候 黑旗竟然是靠进去 拖先靠进去 寸步不让 杀得很激烈 一只战火一只 蔓延到现在 还是挺复杂 我们继续看实战 黑的顶到一下之后 可以先手冲出 白的往回连 那么黑旗冲到一下 这个已经是大有收获 再把这个粘回来 黑的提 提了之后 这个下一步断 很厉害 断 白旗可以先手吃 这个急也是先手 但是呢 白旗得后手活 那这一次 这个刺的问题 依然存在 所以呢 白旗接回 补上了 补上之后 补上之后 这里冲完再打吃 又要断黑旗 又要断黑旗 冲完打吃 黑旗又被断 但黑旗没有 马上补 是先尖底 掰的当然要长 退在那的话 已经亏了 长 退的一半 我们可以看到 确实 这个下法非常紧凑 如果很平庸的想法呢 这里不能被冲了打断 不能被冲了打断 所以呢 我就沾一个 这是 这是很普通的想法 但是呢 黑旗 黑旗的下法不一样 黑旗先见底 白的现在不能断 现在白旗来断 的话 这个黑旗不管沾这个 沾这个再斑这个 应该也没问题 或者 沾上这个再斑下来 这两种下法应该都可以 顶在这的时候 白旗不能断 如果往这边走呢 这里黑旗还留下 种种的线索借用 白的长这个的时候 黑旗斑 问你应手 如果你搬下来 那么黑旗接上 这个黑旗又 又先手把白旗的木树 抠回去 依然不能断 弃权撞紧被挖死了 所以这补的效率就比较高了 扣了白旗好多木 而白旗断进来呢 黑旗虎在这 这一虎整块都厚了 这个眼还是很重要的 如果没有这个眼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黑旗整块旗 它毕竟 毕竟没有活干净 虎在这 那么 这个白旗还是断不了黑旗 气紧了之后被黑旗一立 白旗死了 所以这地方补齐 黑旗补得相当紧凑 这块黑旗厚了 这块白旗 就 再不走就恐怕要死了 往下走 它也不能单关逃 还要一边破着黑旗的空 同时 对黑旗这块施加一点压力 往下走 挡 挡回来非常大 一步步走过来 加强自己的同时 破黑旗这边的空 也威胁黑旗这块的眼位 跳 跳 这要靠断 补上 打结 立一个之后 没有提结 那个阿尔法维棋 有的时候在打结的时候 还是有 会有一些 就是说 看起来稍微有点奇怪的举动 立一下之结 不提白不提 为什么不提结 直接就 直接冲了团一个 直接冲一团 莫非黑旗觉得现在已经胜负清楚了 刚才摆参考图的时候 这里有一个子忘了拿走 莫非觉得胜负已经清楚了 不需要再提结纠缠 多提一个结的话 又等于在那个 计算量又增加很多 白旗接住 点在这 利用一下 这地方呢 黑的贴过来 是可以挖断白旗的 点一下 先手便宜一下 然后再提结 吃 吃了之后呢 就冲了打成为限时 这地方呢 黑旗如果想立一个的话 黑旗立是后手 黑旗走不到了 想让黑旗 想让白旗收器 是办不到 吃一个 接上 提 斑 斑 开始 结针 这时候 断了一下 断一下呢 本身 肯定是找了个结材 找了个结材 没提这个结 把这个结上 为什么不先提 等会儿把这个结上做结材 这也是个问题 一起做活 连找两个结材再提结 感觉怪异 粘的时候冲 做活 白旗再做活 这个地方呢 黑的断是先手 我们刚才说过了 断一个是先手 白旗旗是先手 得后手活 那么 很显然 黑旗点进去 白旗整块是没活的 所以白旗做活 跳 跳在这里 放弃 放弃结针 放弃这个结针 就让白旗提了 而白旗呢 也不提 白旗不提 钻在这 这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是什么情况 白旗打吃 这个是先手 将来虎丸 靠在这里 这个 黑旗这里 是一个后手眼 白旗虎 靠在一路点 黑旗是没眼的 所以钻在这的意思呢 是 破黑旗的眼 迫使黑旗 去补活 一个贴 挡回来 好 一起补活 这补活呢 本身 也带着木属 刺 刺 再贴 刺完再贴这个 那么黑旗现在这块已经活进了 刺完再贴是一个后手 白旗不提这个 黑的再挤住 挤住这个从木树上来说 从木树上来说也就是一个逆收两木 逆收两木的样子 逆收两木难道现在大吗 就算这个结黑旗打不过的话 逆收两木应该也不大 不过白旗搬粘冲这里是很多结材 有很多结材 也许逆收两木还逆收了几个结材 我们只能这么理解 加 好 这个地方值得看一下 就是 加这个呢 它从关子上来说是一个不错的手段 如果你简单挤 黑旗补一个 脚上黑旗有一二三四五六 黑的有六木旗 那么夹在这里 黑旗也可以活 黑旗当然是活旗 黑的一夹 那么白旗一路斑 一路斑的下一步要扑进来 所以呢 黑的打吃 打吃的时候白的不能粘 粘的话 黑旗立在这儿 白旗就死进去了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将来白旗拖这个 拖这个的话 黑旗只能是提在这儿活 或者是打一下之后 提在这里活 只能提在这儿活呢 白旗退时先手 这样黑旗是一二三四五 五木旗 白旗这个手法 用这个手法来收关 便宜了一木旗 所以加完班是关子好手 然后再贴住 哎呀 这个节双方就当做不存在了 实在是有点让人 大家都当这个节不存在 黑的也不提 白的也不提 这个只能说 只能说是怎么说呢 作为黑旗来讲 叫做不提白不提 那么作为白旗来讲 不提 就显然白旗要撑住 就当我已经打赢了 作为黑旗来讲 连提都懒得提 那么可见黑旗的形式已经是 好到一定程度了 把这个给收了 再把中间靠住 像中间靠去抢这样中间靠的小关子 然后不消这个节 黑的终于按捺不住的提了一下 白旗仗着有 仗着节才多 就当是我的了 哎 点了一下之后 还没有马上提节 意思是提节 还怕黑旗把这个逆收了 给扳 先扳一下 浪费一个节才再提 反正白旗现在是厚 他不提节 也有他的理由 我很厚 不服就来打 黑旗吃掉这个 吃掉这个算了 免得多会被白旗接上 还当成节才再打 黑旗还不如 逆收 逆收一个现实的来几目关子 白旗继续补补 加进去 啊 加了一下之后终于 终于还是补回去了 接上 挑点 顶住 充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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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四目旗 加 加 加进来收官的效果跟斑呢 应该是差不多相同 哇 好 打吃一下 接上 力 要打啊 不能被白旗拐一下 白旗拐一下 就打一下的话 白旗会长一幕 黑旗少一幕 所以要挡在这里 嗯 挡在这里呢 白旗 白旗可以扳这个 黑旗刚才如果强行立在这 被白旗拐一下呢 这也不舒服 白旗可以扳 扳的话 黑旗如果是 如果是不走 不走那么被白旗先手爬掉 嗯 而黑旗挡呢 白旗立这个 那这个是好关子啊 如果你接住 黑的一吃 这有一二三四五六七 黑的有七目起 而 立这个呢 虽然会被黑旗提一下 有损失 但是呢 将来这里收完之后 黑旗里面只有六亩 而这个粘 这个粘呢 本身也是有价值的 这可能长出一幕起来 嗯 虽然这被提一下有损失 但是这 粘有价值 看看 接上 这不能被打了冲 被打了冲的话 木树缩回去 缩水很多 冲 吃掉 这个是先手 先手全力 不能被白旗逆收了 贴住 哇 挖 打 好 白的这盘棋 这盘棋白旗这个结 确实撑得很足 啊 这个地方迟迟不提 啊 到了最后 能抢的棺子已经实在是 全都抢掉了之后 再才提回去 而这个地方 又强行挖进来 跟黑旗撑结 确实这 这盘棋呢 白的 也比较厚 比较厚实一些 结材有力 仗的结材有力 是到处 到处趁火打结 啊 铁 断 这必须接上 这一冲一打 是先手 先手三目 如果被冲了打掉的话 这个 这打结就失去意义了 冲 冲这个呢 木树烧亏 木树已经烧亏 如果如果 如果白棋挡上的话 这是四目棋 而本身收官呢 应该是靠在这里 这样 这样木树会好一些 但是呢 冲一个白棋如果挡的话 将来铺还是结材 而靠呢本身就不是结材 嗯 嗯 白棋现在是 嗯 白棋现在是 接上 黑棋接上 嗯 嗯 这个这个 这个结针的方式完全看不懂 啊 接上打吃 走两步之后 白棋 白棋又把这个挡上 那么 为什么不 为什么不直接挡上 那这地方如果不接的话 将来可以 断一下 打一下之后 这木树是一样的 但是白棋接上打吃还是结材 啊 这里接 亏损一个结材 打吃又卖掉一个结材 啊 连续葬送两个结材之后 再来跟黑棋打结 是 这个是要 要显示他结材实在是太多了吗 显示结材多 啊 这地方从木树上来讲 是不是还是 粘住 稍好一点 啊 提 总之现在 白棋提结 哦 不是 这结在白棋手上 现在白棋是挡住了 黑棋冲的时候 白棋挡 浪费两个结材之后 挡回来了 之后黑棋提结 白棋提回去 黑棋提结之后白棋提回去 白棋不是说显示结材多 看来搞错了 而是白棋 知道打不过 所以 不打了 嗯 不管怎么说 白棋这个下方蛮奇怪 啊 在打结的时候 浪费劫材 冲一下 把它糊 嗯 接住 一起粘回来 摆得顶住 嗯 白棋再顶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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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 挖进去打结 当然它得到的 我们看看白棋得到了什么 得到了黑棋这一冲 这一冲 从木树上来说 亏损了一木棋 所以它就缩回去算 但实际上白棋如果不挖 直接顶在这再顶的话呢 这里这里白棋也亏损了一木棋 所以这个节开不开只是增增加了一些变化 对于木树上来说是没有区别 或者说 对 没什么区别的 好 那么黑棋现在立 我去团这个 打吃 沾上 冲 剩下的呢 都是一些小关子 先锁一木啊 或者后锁两木之类的 这个比较大 这个 大于两木 好 逆收一木 之后呢 团 铺 铺是一个小小的花样 黑棋提的话 白棋打吃 黑棋接上 白棋这边虽然损了 但是呢 它这一段 黑的那边要补一个 这里 综合看来呢 还是一样的 嗯 那么这盘棋 这盘棋呢最后是黑棋取得了胜利 这盘棋 黑的表现还是相当的精彩 特别是在中间补断的时候 好 这盘对局就为大家介绍到这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